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前呢 我解说过张继柯的比赛 今天我们的主要被吐嘴 然后很多人呢 说我不懂球 我就得了24个世界冠军 我能懂什么呢 我就是那个不懂球的瘦子 说柯杰吧 围棋天才 我曾经看过他的一场比赛 对抗啊 相当的激烈 看了我那个叫闹心啊 那个墨迹啊 三个小时都过去了 那五个子啊 怎么也没连成一条线 我听说他和七威现在的状态 是单飞不解散 大家也看得出来 七威负责单飞 圆成杰 死活不解散 所以用我们乒乓球的话来说呢 就是混双还可以 单打不行 所以这要是在我们队里啊 这怎么可能在我们队里呢 这个可能只能出现在别的国家队里了 张继科 三十岁呢 已经拿了十六个世界冠军 而且是用最快的速度拿的世界冠军 很不错 我三十岁的时候 已经拿了二十四个世界冠军了 所以啊 卓越这个词用在我身上更合适 几科是五岁开始打球 每天要打完十五脸盆的平方球 练完以后 结束了还要跟着爸爸的自行车 跑回 从训练馆跑回家里 所以为什么大家先都叫他账壕 因为从小就开始溜啊 阿满 阿满 2 2 3 6 感谢观看